我叫柯云斌 我叫柯云斌 我要小超人 我来自福建福州 现在居莆田 谢谢大家 我看你上来之后 你所有的举止和动作 都像做错了事一样 怎么了 你在家里经常受气 家里很多人也被我老婆管 你老婆怎么管你的 我做这些东西 早期我老婆也是不吃吃的 觉得浪费时间 所以呢 在家里没有地位 现在我做这些东西都做成功了 感觉是很有信心的 很有信心 对对对 来来来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东西 来 先介绍一下 这款是狙击 玩过刺激的应该都知道这款 这是一比一的吗 一比一的 我怎么都看你不像是一个拿枪的男人 你拿个枪摆个pose 我看看 对 朝前 摆一个最酷的pose 对 给你老婆看 不要挡着脸嘛 那只手插腰 挺起来 对对你老婆说 我再也不怕你了 来 来 说 我成功了 我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终于有时间展示我自己了 我再也不怕你 这影响家里谋的 我特别好奇 你跟你老婆说的最凶的话是什么 就是最凶最凶的在你 吵架平常可能又会吵嘛 你还敢挑战啊 谁家里都会吵架 我觉得你很不敢 你看你刚刚说话的时候你都一直抖 谁头也在抖 刚才把枪拿的就是在抖的 好男人 好男人 对 来继续继续继续介绍 那边是什么 像这边的话 就是那个叶压 完全反正的 像这操作的话 这还是叶压的 叶压的 这要做多久啊 这个的话 早就我纯手工的话 做一个至少将近一周 现在因为我都晾厂了 这都拿什么做 都是木头啊 木头 你开了厂啊 我叫朋友代工的 代工的 对对对 你能玩一下给我们看看吗 可以 待会我们会请你们上来 也操作一下 你这个是正手的 还是反手的 正手 怎么操作 你别吵那么快 我来一下 好玩 这怎么用的 跟真实挖机一样 这边 这个手控制 左右就是控制转向 然后上下控制这个小臂的 这样是吧 对 然后这个手 左右控制 这个挖铲子 挖斗的 跟真实的挖机 正手的那个操作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很多那个 干学挖机的新手 他都找我要这个 去回去练 你看啊 小臂下去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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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因为他就是卖二手挖掘机的 对 来 任东白 这样啊 任东白 你就得变换一下规则 刚才段总不是嘲笑我吗 结果自己不行吗 对不对 接下来呢 咱这个也不要了 段总 您坐这儿拿嘴巴张着接 行吗 行不行 别晒我啊 对 您坐着 拿嘴巴接 看看能接到几颗 对 别把盆给我啊 好 好 来了 收近一点 收近一点 来来来 吃绿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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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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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鞋 往下 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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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呛到了 到一起了吗 跳了 这个大小脑布方绝对不能玩这种游戏 真吃了吗 快点撬死我了 还行 还行 有几个 还行 还送到嘴里了 非常酷啊 整个的那个操作的手感呢 其实是非常像这个真实的挖掘机的 在我那一产的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比较准确地把绿豆送进了老段的嘴里 其实听上去容易 操作起来没那么容易 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那左右协调非常重要 没错 没错 对不对 对 你们那个真实的挖机多少钱一台 如果是二十吨嘛 就比较常见的二十吨中的大家伙的话 一般在 现在在八十万上下吧 你这个多少钱 我这个一百三 等会卖给我 我去练练手脚鞋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所以这个是已经量产了吗 量产 对 已经量产了 马瑞 还有个更好玩的 他会到你们面前跟你们去打招呼 这款是那个机甲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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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甲战车 就是这个机甲战车 发射什么叫不能乱发射 打一个试试 打一个试试 他挺他挺厉害的 哎呀平时被他们给气的哟 哎呀 好玩吧 这个待会拍卖吗 全部都可以拍 全部都可以拍 吴胜你可以买下来打我 没有问题 你挺有意思也挺闲的 看你性格非常的木讷老实 你是不是在家里被压抑的太多了 所以想做点这个东西来发泄一下 可能情意是什么 你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17年底 那时候跟我老婆来到普连准备创业 创业开了一家店 时间相对于会比较充裕 所以我做的东西 童年时候 特别对挖机 特别对挖机 非常着迷 有时候路边看到挖机的作业 会蹲在那里 会看个半天不回家 看那挖机在那挖沙 你能看一天 对对对 就看那么挖 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看挖机挖沙 能看一天 小时候就一直梦想 说有一台能有 因为有一台挖机模型 那时候没条件 所以只能自己造 你觉得你是个心灵手小的人吗 也还行 也还行 你现在已经开始把这个当成一个产业在做了 现在自己成立一个工作室 因为这里就是我晚上发 把我兴趣给共享的大家晚上发 然后好多人就找到我 说给他做一台 原来是手工作 做非常 最快三四天才能出一台挖机 是这样简单的挖机 后来想着能不能用机器做生产 然后慢慢就开始量产了 赚钱吗 赚钱 赚点小钱 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小几万 小几万 你以前挣多少钱 以前大几千 以前是干什么 我以前做通信工程的 通信工程 对对对 现在老婆高兴了吧 放手让你做吧 对对 知道吧 现在我们都在崇尚一种 建设叫大国工匠的建设 我们可能在很早的时候 很少有人进工厂 知道很多工厂的一些 机械操作的 像钱工啊 机械工种操作机床的一些人 其实本事很牛啊 就以前我们有一种锻造机 就像打桩的机械一样 一个很粗的铁棒 几吨重往下打 最牛的师傅能做到什么 就是把一块手表 放在下面那个按台上 上面放一张纸 那东西 它是用脚踩的 踩一下的 要它停止在哪 就停止在哪 跟刹车一样 它能让那个东西 几吨重的东西 压下来之后 把那张纸吸上去 表 完好无所 这其实就是机械的力量 所以我们刚才说 他为什么那么喜欢看 那个挖掘机 就这么重复的 那个机械动作 他就觉得那个机械臂啊 很美 没产下就是那么的有力 主要是花子类型 我很喜欢的东西 所以你能成功吧 对对 你做这个 能做成今天这个样子 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今天我们拿 哪几个拍卖呢 这现在喜欢的都可以拍卖 你们是不是想 特想拍卖这个 还有那个狙击的枪 我觉得第一个那个 你是一女人的 但是我打实弹枪的 真的啊 来程维 试一下 就用皮筋的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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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 不行啊 主要是后缩力 哎打了 我来试一下 对啊 土老师 我们相信你运气也不错 别紧张 老年人一般说会懂 两个 所以 专业 这是打过十弹的 对 我们都没打过十弹 先你下去拍卖这把枪吧 好的 回去拿着好好练一练 多少钱起拍 一百九四 这么便宜啊 一百九啊 对 有两百起拍吧 好 好不好 三百 三百一次 四百 七百 六百 七百 八百 九百 一千 一千一 谁啊 一千二 一千三 一千四 一千五 一千五第一次 一千五第二次 一千五第三次 是你的了 哎呀呀呀呀 这东西不喊了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停一下的 对 给你停了 我停了 我喊两下 我停了一下的 哦 停了 是他们要成全你 你知道吗 这帮老闆啊 好好回家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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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是能看到到 他的每一个细节 包括他用的橡皮筋 其实我真的是感觉到 那是一个意外之喜 所以的话 我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把机会 一样给了我 今天其实在这个舞台上 一颗童心 一个玩具的梦想 得到了所有人的承认 还有人拍卖你的作品 站在天津卫视的 一个舞台上 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 你想对你妻子说什么 老婆 我终于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今天得到大家认可 我相信接下来的 更多时间内 我能做出更多的作品 买更多的东西 来满足你想要的生活 谢谢你 买转了